大家好 这节我们来看一下增加分析视角 我们能够对数据进行分析的视角 通常是数据表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视角 就比如说从客户的角度 从城市的角度 从产品的角度渠道行业这些 但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够 还需要增加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 然后来增加分析视角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VLOOKUP函数 从别的表里把相关的这种分析视角查询过来 这一点呢 我们在给大家介绍 这个VLOOKUP合并表的时候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比如说这里的这个单价这个数据 还有成本这个数据 大家看呢 其实就是通过VLOOKUP函数 从产品表里查询过来的 产品表里有这两个信息 在这 把这两个信息呢 利用这个产品这个 共有字段 然后查询到我们要分析的这个 查页数据这个表里来的 那么其他的呢 其实都可以啊 比如说这个 地区表里 我们 之前 给大家演示过啊 就是把这个省份 大区 以及区域经理 也可以查询到这个 我们要分析的表里 这样的话就增加了更多的这个分析视角 关于这个VLOOKUP 它的这种操作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 VLOOKUP那一节啊 那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字段进行计算 添加一些列啊 添加一些列 比如说这里 我们看到我们这里呢 有啊 有单价有数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两者呢 算出他的收入 好 我们来算一下啊 这个就以简单乘法啊 等于 收入等于单价乘 数量啊 然后呢 双击右下角 复制下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列收入 那有了这个收入字段 我们就可以对收入进行分析了啊 这样的话 我们就拓展了我们的计算范围 那比如呢 我们现在有了收入 有了成本 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啊 算出利润 我们再来减 做个减法啊 就是利润呢 等于收入减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又算出了他的啊 利润 好 这个呢 是一种啊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 我们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希望呢 根据这个价格的高低啊 价格的高低 然后来判断 它是高价销售的 还是低价销售的啊 假设我们先考虑的简单一点啊 就是如果价格超过两百啊 价格超过两百 那么它就是高价销售的 否则就是普通销售 那这个呢 我们这个表里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划分 嗯 所以呢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一个列啊 比如说这个叫 价格 分类吧 好 那这个怎么去划分呢 我们可以利用啊 以色里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叫if啊 if函数 来帮我们做这种判断 这个if函数呢 它一共有三个参数啊 我输完if括号之后呢 大家看到一二三啊 三个参数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先去执行一个判断啊 就是啊 比如说判断这个价格是不是超过了两百 如果判断正确就返回第二个参数啊 如果这个判断不正确就返回第三个参数 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写一遍大家就理解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 我先去写它的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一个判断 判断这个价格是不是超过两百啊 啊 先去选G2 然后呢 大于两百多号 啊 这就是那个判断 判断这个G2里的值是不是超过两百 如果真的超过了 那么我返回一个什么值呢 啊 一对双引号里边输入高价 为什么加双引号呢 因为高价它是个文本啊 文本出现在公式里都要加双引号啊 如果是个数字 比如说什么几十之类的 那么就不需要加这个双引号啊 那么这是超过两百的情况啊 你是这样 但如果他没有超过两百 那么返回一个什么值呢 就返回第三个参数 也就是说这个判断不成立 也就是说没有超过两百 那么就返回他的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返回一个什么值呢 我们再数一对双引号 比如说就写一个普通 就可以了 那么他呢 一共其实就这三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是判断 判断正确 不正确返回第二个 判断不正确返回第三个 好 现在括号扩起来 回车之后大家看呢 那这个第一行啊 就这个这个这个记录呢 他单价是136小于200 所以是普通 然后双肌右下角复制下去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这个普通 但是也有高价什么 高价比较少一点啊 高价比较少一点 但是是有的 那如果我们想去分析一下啊 是高价销售给我们带来的收入高 还是说普通的这个这个销售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收入高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透视表啊 点插入数据透视表 然后利用我们刚刚创建出来的这个 新的分析视角 价格分类拖进行 然后再把收入拖进值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啊 他按照这个高价和普通呢 帮我们做了一汇总 当然看这个数值可能看不清楚啊 右键我们把它变成百分比看一下 右键直显示方式 列汇总的百分比 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啊 高价销售占9% 占所有销售收入的9% 而普通销售占90.2% 所以呢 我们的大部分销售 还是通过普通销售来实现的啊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分析结果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一个义符来增加的这个 一个分析视角 当然 这个 有时候义符写起来可能没这么简单啊 我们写的这个是最简单的那种情况 就是非此即彼 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高价 要么普通啊 不是高价就是普通 但是有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啊 有时候可能需要做多重判断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条件呢 把这个价格分类的要求改一下啊 那如果它小于50 价格低于50啊 那么就是低价 就是小于100吧 我们取个整数啊 小于100就是低价 那么在100到200之间呢 是普通 然后超过200呢 是高价 这样的话大家看 我们需要判断的内容就比刚才复杂了啊 我们把这个刚才写好的公式删掉 我们来重新写一下这个义符 那么这时候 因为需要判断内容增加了 所以呢 一个义符它是判断不了的 一个义符啊 它只能判断就是两种情况 对吗 那现在有三种情况了啊 低价高价还有普通 那需要用什么呢 用两个义符嵌套在一起来判断 所以这就是 经常会出现的那种义符函数嵌套啊 好 我们来写一下啊 先写第一层的义符 义符 然后去判断什么呢 还是判断单价啊 这个判断的时候 我到底是先去判断大于200 还是小于100呢 这个我建议大家呢 从一个方向到另外一个方向顺着这样去判断啊 比如说你先去判断小于100 再去判断小于200 最后判断超过200啊 这样是比较好写的 或者反过来也可以啊 先去判断大于200 或者再大于100 然后最后小于100 但是不要跳着这样啊 先去判断什么100 200之间 这样就很难写了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顺着从小到大的顺序啊 先去判断这个单价呢 G2啊 它是不是小于100 小于100啊 好 逗号 那如果这个判断正确 就是它确实小于100 那么我返回一个什么值呢 我就返回一个 低价啊 低价 逗号 好 但是如果这个判断不正确 也就是说它不小于100 那我要接着判断它 因为不小于100 又分成两种情况啊 这个100 200之间 或者超过200 所以我呢 这时候要再写一个1付第二层 你就形成了1付签讨啊 再去判断这个G2 既然你不小于100 那你这次是不是小于200呢 1付G2小于200 如果这个判断正确 也就是小于200正确的话 那么它就是它返回什么值呢 双引号里边 普通 普通 好 那如果小于200也不正确 也就是说它超过了200 那又该返回什么值呢 这时候就不需要再写第三个EF了 是吧 因为这个里边签讨的这层EF 第三个参数 你就可以直接说在这里了 就是高价就可以了 是吗 然后括号括起来 注意这个括号要写两层 因为一层是这个EF的 然后第二层是外面这个EF的 对吧 所以当这个EF 这个函数签讨的层数多的时候 这括号会括好几层 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大家写的时候 可以在输括号的时候 一输一对这样 往里填内容 这样不太容易出错 好 这时候我们就写完了 然后双击复制下去 大家看到有低价 低价也比较多 然后还有高价 那这个低价高价普通 它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再做一透视表 来看一下 好 然后还是这个价格分类拖进行 然后把收入拖进值 然后 右键只显示方式列汇总的百分比 然后把它变成百分比比例来看一下 然后再排一下序 好 这是我们看的比较清楚了 还是普通销售比较多 但是低价也占16% 高价比较少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那么价格在100到200之间的这种 这种商品 那么占了我们销售的绝大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需求 客户的需求主要是在这方面 这个可以给我们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 那有一些商场它可能经营不善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定位有问题 它的定位和这个市场需求脱节了 来逛商场的这些客户 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区间的 但是你的商品却属于这个区间 那么肯定他们就这个销售就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管理会计要分析的内容 就是我们管理会计 是要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的 我们要分析的 管理会计要分析的数据 也不仅仅是说财务系统里的那些财务数据 而是所有可以利用的数据 只要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种 比如说战略上或者经营上的这种问题 那么这些数据对我们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就是增加分析视角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